哈喽大家好,我是胖大帅,欢迎收看本期杰克提高班 这次我们来到了月亮河 开局这次一反常态啊,往这边走 看下第一个求生者 先知 你这开车有点宽啊大哥啊 这二话不说,直接开车啊 他能扛三刀啊 还想蹭一个实体刀,教你啊 鸟是已经好了 那可以等一等 鸟结束之时就是你倒地之时 好的 看一下这边也没有地下室啊,不要挂里面 挂里面没有用啊,外面有台电机的 外面的电机不知道是谁,但是挂过去以后我们可以干扰一下 刚才没注意,直听到电机有动 前锋也没有过来 这里的人是已经走了一台 目前电机不是开的很多啊,看的 应该只有条件是一台在修 这台被我干扰了 去修这边的,那我们这边进行一个防守啊 因为离我们太远了,这把抓人节奏还可以 这边后面三台电机位置已经确定了 过半了 过半了,往这边去 看一下,都看一下 这先知他们可能不要了 因为他们双旧人位电机如果来就差太多 这边还没有动 回去防守 回去防守 两台都开掉 压着 压着 真的不要了 哇,这把他们这个太决绝了吧 那我们抓这个田阳师啊 这边傭兵也在 那边是没有车的 有一台电机 这个田阳师走不了 而且先知也没有给他鸟 先知也不会给他鸟了 我们这里就看情况 先骗一瓶香水 好,等着 你往外拉 好嘞 这边是没有遗产机的 一台再修应该是前锋的 挂上 贴船送 他们这把很过绝啊 因为先知 瞄倒了就真的不救了 两台机 看一下 好,那么这边是一台再修 一台这个马戏团的机不动 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过来 过来压二名 看一下 还没有 来了,看见了 前锋 卡住啊 然后看桥这边的电机 这边电机还在动 不着急 前后回去修机 那 佣兵来救 我们过去砍佣兵 看着啊 看着 佣兵在接还在修 打一刀 回生 电机再修 那么又是不救了 这把他们 说实话第一波不救呢 确实是可以啊 而且我没有干扰到他们电机 但是第二波不救呢 可能是两个救人位之间的一个分配有问题 因为他手上有个薄命的 其实是可以救一波 然后拖一些时间的 呃,这样的一个分配呢 因为被我看见两台电机的具体的一个位置之后 他们就很难进行操作了 因为我可以 那这局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悬念了 因为这局已经 就在电机他们开不完 开不完 叫球 两秒一秒 打一刀 这也是开局我们的一个方向判断 那还是比较准确的抓到了一个最好抓的先知 傭兵 过去 再电机开掉了 不管了 把傭兵先处理 傭兵交了自摸的 他的遗产机管住就可以了 虽然说稳是稳赢了 然后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种局就是通过一个压制啊 他们双救人位 你就要确定好电机的一个位置 然后来 看看他们到底谁来救 哎 这个是很关键的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是潘党少爷的减肥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ация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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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期再见 感谢观看